陶太郎身背木剑,独闯恶魔岛,打退了一群小妖 转眼抛出一只红发大妖怪,双掌发出两条火龙 陶太郎沉着冷气,一掌冷气将其打败 原来啊,这只是一个剧组的拍摄现场,主角名叫小龙 这些绝妙的道具都是他的师父老元制作的 老元是一个道具师,带着三个徒弟创建了一个马戏团 发明了一些超越当时人类认知的发明 早上老元照常叫徒弟们起床 他用棍子捞三徒弟的脚,结果完全没反应 原来呀,三徒弟为了赖床带了一只假假 气得老元当即把脚塞进了二徒弟的嘴里 老元又拿起一桶水向交醒二徒弟 谁知他早有准备,随手启动机关便把水接住了 二徒弟依然呼呼打碎,师父非常的无奈 就拿着锤子去打大徒弟的大肚子 谁知吐出一颗鸡蛋 但毕竟姜还是老的辣 老元把床铺一通电 三个徒弟乖乖的起了床 之后师徒四人开始一天的生活 先是收拾床铺 接着就是洗衣服 这白皙细嫩的小手怎么能干重活 于是老元发明了人工洗衣机 洗得干净还不褪色 早餐是烤乳鸽 用铁棍穿好一通电 老元一拉电闸,转眼就变得香喷喷 出锅前用灭火器打理一番 之后遥控餐桌从天而降 木板变成了餐椅 空茶壶插上了水龙头 徒弟就给老元蒸了一杯茶 吃完之后餐桌上墙 洗碗翻遍的不得了 矮垃圾桶转眼则变成了沙发 而远在这个城市的另一端 刘老爷是一个帮派老大 他年过六旬 在当地十分有势力 但从来不做违反道德和法律的事 这天一个叫熊哥的老大找到了他 想和刘老爷合作一把 原来他是想在这座城市 利用刘老爷的势力渠道 销售一些非法的东西 刘老爷听后当即表示拒绝 熊哥恼羞成怒 于是双方大打出手 刘老爷手下有两位高手 打得熊哥手下满地找牙 熊哥只好撤退 临走前扬言 一定要让刘老爷家破人亡 这天小龙骑着新改装的超级自信车 出去兜风 而与此同时 在不远处 刘老爷唯一的孙女然然 正蹦蹦跳跳地走过 熊哥派出的杀手 伪装成卖气球的小贩 靠近了然然 顺手把所有的气球都拴在了然然身上 可怜的然然就这样被带到了天空 楼顶上的杀手则趁机将其抱走 塞进了车里 然然大声呼叫 幸好小龙路过这里 他拿自行车上面的吸力器 连接到对方的车上 紧接着又启动自行车的机关 就这样追上了劫匪 最终使用高科技道具救下了然然 而另一方面 得知孙女失踪的刘老爷 现在正心急如焚 派出了好多的手下 搜遍了全城 可都没有任何消息 眼下正为此事发愁时 小龙把然然安全地送回家 刘老爷激动地一把抱住了然然 为了感谢小龙的救命之恩 第二天 刘老爷就来到了剧组 准备亲自感谢小龙 可此时 小龙他们正在拍一场枪战戏 刘老爷还以为是真的 连满让两个手下去保护小龙 最后才知道 这是一出大乌龙 同时也对老原的道具肃然起敬 于是恳请老原能帮自己出演一出戏 原来呀 熊哥自从绑架然然失败 便组织了多次行刺行动 刘老爷多次深陷险 于是打算演一出戏 装死 然后金盆洗手 老原听后也表示一定帮下这个忙 而另一边 熊哥眼看硬碰不行 于是想出一个挑拨离间之计 他知道 刘老爷最信赖的就是那对左膀右臂 于是私下找到了阿威 他开始挑拨他和刘老爷的关系 说刘老爷一直都不重用他 现在他老了 以后继承人也不会是他 可是阿威并没有信他的话 当场就拒绝了他 终于到了刘老爷举办宴会的日子 刘老爷根据剧本先是宣布退隐江湖 之后便准备宣布继承人 他在阿威阿东之间犹豫了几次 气氛一时紧张到了极点 结果意外的把大卫传给了更加稳重的阿东 帮派成员们欢呼着将阿东围了起来 可这下彻底惹怒了阿威 他联想起了熊哥的话 而就在这时老原也按照剧本带着土地们走出来 随即开始用假枪扫射 伴随着提前安置的爆炸物启动 场面和真实的袭击一模一样 而刘老爷则根据计划 专做被击中的样子 从此便可以避开熊哥 在众人面前销声匿迹了 眼看计划已经成功了 刘老爷高兴的合不拢嘴 可敏锐的阿威却识破了一切 当刘老爷和阿东正要准备离开时 阿威竟然拿着枪闯了进来 刘老爷看到阿威叛变 也没顾忌以前的勤奋 只能动手自卫 三个人扭打在一起 而阿东为了救刘老爷 被阿威打成了重伤 很显然阿威已经彻底不再顾忌新日旧情 最终刘老爷抱住阿威的腿 阿东才得以离开去救然然 最终他带着然然来到了老原家 小龙及时拉动了机关 将追兵的武器全部没收 之后打开机关从后面逃走了 而另一边的刘老爷 已经成了熊哥和阿威案板上的肉 任其折磨无力反抗 熊哥和阿威并没有送他去吃盒饭 而是折磨一番关了起来 准备将然然和阿东抓来后 一起处理 第二天 他们就带着手下 浩浩荡荡的来到剧组抓人 可是他们却不知道 老原他们早已做好了准备 在这里布下了天罗地网 他们走进剧组发现里面空无一人 阴暗恐怖的气氛让人瑟瑟发抖 之后是狂风暴雨 众人在狂风中根本睁不开眼睛 之后便是人工闪电 肚挺地劈向众人 对方被吓得抱头鼠窜 老原趁慌乱之中 用微哑将刘老爷带走 接着他和冉冉就团聚了 之后便放开手脚 拿出了所有的武器 有的手下直接掉进了蛇窝 有的触电直接领了盒饭 剩下的所有人就退到了一座寺庙 结果竟然在这里遇到了钟馗 手下们被吓坏了 阿威却敏锐地发现了钟馗身上的钢丝 将老原识破 可紧接着眼前又出现了黑白无常 阿威一看 这黑白无常可没有钢丝 顿时也慌了手脚 停机之下 一个飞踢识破了小龙的转板 之后老原拉动机关 倾出了玉地的宝剑 两把剑左右翻飞 替小龙解了围 还让阿威双臂受伤 最终他用一根棍子将宝剑打落 可来不及休息 小丑机器人就登场了 连把拳头重重地打出 阿威顿时招架不住 最终阿威被绳之以法 而刘老爷和然然也过上了与世无争的生活 故事到此结束 阿威顺 阿威顺